利用有限的数位器材及软体 却呈现出不错的动漫及影视效果 重用三四年级数位媒体设计系的学生作品 令导演于堪评赞赏 在这个器材比较简陋的状况之下 有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是非常的特别 那么他们本身属于设计的 所以在画面的构图的美感跟颜色的敏感度 我觉得他们都处理的非常的好 不论主角是家暴的小朋友 或者是结合真人的动漫 有互动模式的经文自卖 学生的作品每样都令人惊艳 我们这种叫做非同反响 然后我们这种是以小朋友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的非有不一样的意思 我们把非常的非倒反过来 就是代表说我们并不是一般 非平一般的那样子 我们是比较不换一个角度想 然后我们故事是以一个 一个五六岁小孩的世界 然后他们家遇到现在所谓的招禁 就是可能失业之类的 然后我们是以他失业之后去作为发想 我们的主题是金文字脉 我们是强调标点符号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是把就是文字比喻成金脉一样 然后要下对处方签 然后就是要针对 要下对药然后他才能就是使一段文字更加的流畅 这一组的设计理念就是我们 因为现在人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然后就是他就是我们的主角就是压力也很大 所以就准就是能在自己的幻想中 然后开始释放自己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过程 我们数位媒体设计系的期末成果展 那我们大四大三大二大一 还有五专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 所有学生这学期的所有作品 他都要拿出来展 那我们这次是大规模的把全系 都在一个展览空间里面展出来 那我们未来也会持续每一学期都这样做 学生们发挥创意运用所学 在这一场展览及竞赛中 激励学子努力再努力 希望在期末世贸展览会上 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大放异彩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